大家好 我是大伟 夏天到了 我们人晚上睡觉 还在为蚊子而烦恼吗 在 睡睡点蚊香 猪也不例外 然后今天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养猪场 给猪点蚊香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走 这个东西毒性比较大 摸了它之后 手会那种特别活辣辣的 然后闻了它也不爽 嗓子也不舒服 这个药性是非常大的 然后必须戴着手套 戴着口罩 OK OK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这一次我真的睡着了 这边有小猪 就尽量不要放这边 刚出生的小猪 我们也尽量放 然后离小猪远一点 然后这边中间一截 那边没有出生的小猪 然后就可以放到那里 这边的蚊子比较多 这个是苍蝇啊 这个你看这里有苍蝇 苍蝇是非常多的 苍蝇是治不了的 苍蝇治不了啊 苍蝇治不了 只能治那个蚊虫 这里都是新修的 改的 改造的厂房 以前都是灌肥猪的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这个母猪厂房了 这里面是关公住的地方 这个是给它改成一遍 这里面是关公住的地方 真的给它改成一遍 好了 今天的蚊香都已经全部放入这些猪圈里面了 这个蚊香的威力是很大的 刚才我一直在这个后面露 然后这些烟雾全部吸到这个口罩 然后再吸到我的身体里面 我感觉现在喉咙非常的不爽 就像吃那个爆合糖吃多了 但又不像那么凉爽 那火辣辣的那种感觉 如果说你用手摸了它也是火辣辣的 这个威力是很大的啊 然后但但这个蚊香它只能灭这个蚊虫 但不能灭那个苍蝇 在下期视频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苍蝇怎么去消灭它们 下期视频我们更精彩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评论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